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矣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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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几何起,新加坡的电视剧在内地风靡一时,镜头不输当时异常火爆的TVB港剧。 对于喜欢看外来剧的观众,追国外明星也成为了一种时尚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矣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曾几何起,新加坡的电视剧在内地风靡一时,镜头不输当时异常火爆的TVB港剧。 对于喜欢看外来剧的观众,追国外明星也成为了一种时尚。 比如,今天我们说的这一位,她曾经被誉为新加坡最漂亮的女星,出演多部经典作品,美貌如花气质非凡,但却因患病服用激素容颜大变,还因代言减肥药被告上法庭。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帅气老公一直不离不弃,东山再起令人称奇,她就是陈丽萍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矣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新加坡从来不缺少美女,但是既有气质又有容貌的却不多见,而陈丽萍就是其中一个。 小的时候,陈丽萍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,无论是学习还是才艺,她都属于佼佼者。 因出众的外貌和多才多矣,陈丽萍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演员的道路,和新加坡大多数艺人一样,她也是毕业于新加坡广播局演员训练班。 与郑慧玉,黄碧人一起被称为新加坡拉姐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矣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毕业之后,陈丽萍正式步入娱乐圈,那一年她只有20岁。 不过,和大多数艺人不同的是,她的演艺生涯尤为顺利,毕业之后就细约不断。 对于喜欢她的观众都知道,她最早出现在迎评世源于一部经典剧作人在绿图,饰演一个大胆活泼的富家女和小甜蜜角。 虽然这是她的第一个角色,但是陈丽萍的演技却是得到了剧作人员的一致认可,而且她还集聚观众缘。 自步入演艺圈以来,陈丽萍几乎年年难获最受欢迎艺人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艺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陈丽萍的经典作品数不胜数,但是要说一部影响力至今经久不衰的避暑早安老师。 相信看过这部作品的观众,都对古灵精怪活泼可爱的渔村小学艾悠悠老师不陌生。 这一角色正是陈丽萍扮演,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观众称呼她为艾悠悠,深受观众的喜欢。 陈丽萍不仅获得了当年新加坡的大小奖项,而且她也评级这一角色成功精深于一线花旦的行列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艺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早安老师的成功,让陈丽萍大红大紫,之后又饰演了多部观众二熟能详的作品。 包括在一旦人心中饰演鞠躬尽翠的社工姜彤,法一X档案饰演蒋美琪,以及电视剧志在四方饰演姚珠康丽等,都有不俗表现。 其实,陈丽萍不仅在演员行列造诣令人折服,而且她在主持方面的公敌也是令人刮目相看,她先后主持过数十档节目,成为了陪伴观众最长的女艺人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艺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艺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不过人有旦夕祸福,事业处于黄金时期的陈丽萍,后来因鼻子患病,不得不接受治疗,但由于她所患的病比较罕见,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治疗方式,只能以服用含有激素的药物进行维持。 但由于长时间的服用,不仅身材严重走痒,容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不仅如此,在她患病不久,她又因代言减肥药出现了虚假问题,被告上法庭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艺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。令人称现。 一系列的打击让陈丽萍的事业陷入了谷底,但是她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,而是调整心态重新出发。 而陈丽萍之所以能从低谷中走过来,不得不提一个人,那就是她的老公陈泰明。 和陈丽萍一样,陈泰明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艺人,两人因合作金色珊瑚道结缘并相恋,在1999年步入婚姻的殿堂,婚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 在陈丽萍演艺生涯最困难的时候,陈泰明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不离不弃,甚至还为次推掉了很多细约的机会,直到陈丽萍的病情有所好转。 当年她貌美如花多才多艺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,令人称现。 演艺圈虽然乱花见玉,但也不缺少真爱。 伤病夺走了陈丽萍的容颜和身材,但是却夺不走有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。 结婚18年以来,两人没有绯闻,一直恩爱至今,他们的感情也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。 最近几年,陈丽萍又重回观众视野,虽然身材和容貌不在,但是演技却是更上一层楼。 评级住在《团圆饭》、《志在四方》等作品中精彩的演绎,她也因此获得了新加坡红星大奖最佳女主角。 当年,她貌美如花多才多矣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,令人称现。 当年,她貌美如花多才多矣,却因病导致身材容貌大变,帅气老公却不离不弃,令人称现。 什么是真爱? 真爱不会因外在因素而改变,就像结婚时承诺的一样,不会因对方的贫穷,疾病而不顾,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才是真爱。 最后也把祝福送给陈丽萍,希望以后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。